那么这一次台风也造成了吉安乡多处警戒 除了是预防性撤离居民 12号清晨也有独居妇人受捆家中请求救援 乡长游书甄也立即会同了乡公所团队前往妇人家中 把他带出来并安置在机构 还有相信有许多的路数岛福 土石阻碍道路等等的灾情 乡公所团队也冒于抢修 全力守护家园的安全 远规台风带来的强势雨量 让七角川西罕见的守卫暴涨到警戒线 乡长游书甄说这是他居住在吉安很少看到的景象 而12号清晨住在南海十一街 一位独居妇人因为大雨流入家中淹到她的小腿 无法行动的妇人赶紧求救 乡公所也立即前往救援安置 对对有淹水 淹到到她的那个 那个这里 硬到脚踝 对硬到脚踝这边 那你家里有厌吗 我家是没有啦 就是她的家 还有邻居的家里 她一个人住 对一个人住 她不能动这样 就是行动不方便 因为她有那个跌倒了以后 她有那个中风 强烈的雨势也造成吉安境内许多路数岛福 还有土石流入道路影响行车的状况 乡公所团队也冒雨抢险 奔公排除灾害的情形 吉安乡公所从昨天傍晚开始 紧急的将重要道路路数倒塌 以及比较危险性的先行排除 因为雨势非常的大 我们暂时也只能做抢救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区域的先来做执行 等到雨暂些之后 再来做环境 整个修复维护的工作 我相信这十八村的村长跟我们的村看市 跟在地的通报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联络网紧急的成立 而且我们也成立了24小时的抢灾跟救灾的通报的联系的 排除抢救的中心来做执行 在我们的执行工作中有必须要针对于我们独居老人还有淹水户来做安置的部分 我们也在进行 目前是在正在的进行中 所以乡亲如果有遇到必须要协助的赶快打我们的专线 然后一定会来即使做好维修跟维护的工作 每当台风来临 吉安湘公所足了启动预防性的撤离机制 也视察抽水机组的运转功能 而公所团队也24小时待命 随时整备出动 全力守护吉安的家园安全 谢谢旅会节安相报道